神话故事 精卫填海 相传炎帝最小的女儿 名叫女娃 生得乖巧又美丽 炎帝十分喜爱她 女娃很想父亲带她去东海 去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 可是炎帝每天都很忙 总是不能带她去 有一天 女娃看炎帝不在 就架了一艘小船 自己向东海的方向去了 起初海面上风平浪静 女娃坐在小船上 看看蓝天 白云 逗逗鱼儿 海鸟 她觉得好玩极了 不由地舞动起手中的飘带 海龙王的儿子从海底看到了扭动的飘带 那是什么呀 真奇怪 她好奇地游过去 卷起了一阵猛烈的风浪 船上的女娃毫无防备 被风浪卷进了大海 女娃沉入大海 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只叫做精卫的小鸟 精卫看着海上的风浪 不愿别人也像自己这样白白死去 她每天从西山闲来 树枝和石子 投入东海 想要把海填平 汹涌的东海嘲笑她 你这小小的鸟儿 就算是干上十万年 也不可能把我填平 精卫毫不动摇 就算是干上一百万年 一千万年 我也一定要把你填平 终于 汹涌的东海被顽强的精卫感动了 平日里 她很少在波涛汹涌 而是风平浪静地承载着来往的船只